2016年,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材生斯宾赛拉伯恩,在他的西点军校毕业典礼,发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照片。 在拉伯恩发布照片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,甚至他本人还收到了死亡威胁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 这位被称作共产青年的陆军少外以不体面的方式,正式离开了美国陆军。 在先前,因为行为不得体而受到谴责后,驻扎在纽约州德拉姆堡的美军第十三帝师高级将领,本周一接受了愤愤不平的拉伯恩的退伍申请。 拉伯恩称,一向所谓的调查,发现,他在网上宣扬社会主义革命,并灭视军方高级官员和美国政府高官。 而军方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军方只是进行了全面的调查,并采取了适当行动。 据美媒报道,本周一,痴迷不悟的拉伯恩在推特上发文总结了这一事件给他带来的影响。 在这条推特上,他对着德拉姆堡入口的一个美军第十三帝师的标志竖起了中指,旁边还写着最后的敬礼。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,26岁的拉伯恩,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,告诉美联社记者,我会鼓励所有有良知的美军士兵放下武器,加入我和许多其他决定,停止为帝国主义代理人服务的人,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。